1943年陳定南出生在宜蘭三星鄉大舟村的三合院 家裡務農 10歲時母親過世後 就有小姑媽代行母職 代大4個兄弟姐妹 陳定南從小品學兼優 考上第一志願宜蘭中學初中部後 寄住在羅東大姑媽家繼續求學 所以他始終都稱自己有3個媽媽 現今陳定南紀念館內 還擺放著他當時寫的卡片 雖然媽媽不在 但是陪伴他長大的 照顧他長大的大姑跟滿高 每年過年母親節的時候都會寄卡片 特別感謝三個媽媽 高三那一年 一部電影深深震撼了他 有倫堡大審 講述二戰後 盟軍審判德國前司法部長罪行 讓他對戲中法官角色相當嚮往 因此立志考上台大法律系 也因為熱心公益 大三那一年被推舉為班代 以及法學院學生代表會主席 他做事一絲不苟的個性 從當時就看得出來 班聯會的捐款 那個帳目他都寫得清清楚楚 然後對於這個工作計畫 預算他都從學生時代就一絲不苟 做得很詳細 大三時他還參加過救國團活動 到務社三訓 但每天起床讀訓呼口號 八股教條讓他難以忍受 接訓時直接嗆救國團主任李煥 說贏對僵話 當兵時輔導長要求加入國民黨 他認為未來司法官政治立場要超然 拒絕入黨 沒想到輔導長竟拿出他當法代會主席的 不乖資料要脅加上聽聞司法黑幕床床 陳電然後來依然決然放棄律師司法官考試 鑽額重傷 他有去過台塞南亞做網友性的部署 後來他去亞洲協業 剛請來亞洲協業場去上班 在亞洲協場時有了去歐洲參訪的機會 他更在參訪結束後自行留在歐洲 展開為期八十天的環遊世界之旅 這趟旅程對後來的他以及宜蘭產生巨大影響 因為他有環遊世界過 我們在當時是一個封閉的時代 我們到民國七十五六年才開放 觀光才開放 那以前都沒有辦法出國 我們以前的專業建築都要的專業知識 還是都從書本上直接印證過來的 但是他跟我們談的過程當中 他經常提到海德公園 紐約的中央公園 他的想法也都是很深遠的 由著這樣的經歷跟夢想 陳定南1974年自己出來創業 創設永齡協業貿易公司 陳定南做什麼就像什麼 創業短短兩年年一夜就高達兩億元 但就在事業最得意之際 台灣爆發了美麗島事件 這件事再度讓陳定南 佔到了人生十字路口 他的氣喪從政 關鍵的實地 這個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 雅佳文是他的大學同窗 林宅則是大兩屆的學長 兩人雙雙入獄 林宅更慘遭滅門 陳定南先是幫姚家文的妻子 周清玉出來競選國代 周清玉高票當選 而他也決心投身審議員選戰 但當時競爭激烈 游錫坤 張春田都要選 我會記得我和芳香 費西平幾個去 我將這個形勢分析給他 如果兩個都要選 兩個都很優秀 總是兩個可能的兩百七三 東南邊 他有為到工業利益 他非常有團結 他後來聽聽後 很痛快 一口打魚 衡量大局之後 他轉而投入宜蘭現場選舉 一個完全政治白質的人 沒有人相信他能選得上 我真沒禮貌這樣說 真坦白說 說你贊成地名堂這麼高 你又沒人肉 要跟他選什麼 他不見怪我這樣 直接跟他補兩歲 他回答的位是說 家輸我如果選輸 也是宜蘭官 優秀以來最極力的一次競爭 當初沒人看得起的陳定南 卻在競選沒多久之後 在宜蘭當地 刮起了陳定南旋風 這個人很爹的那個 蜜糖那裡 因為那個擠得水洩不通 肉推肉 你知道嗎 根本就進不來了 還有看到有些爬窗戶 從上面氣窗那裡爬進來 沒有爬在那裡聽喔 蜜糖漢 當初還沒有 希望可以提供 加油 作詞 不得來 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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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畢業的無法症犯 那些夢卡得這麼厚 他們也覺得大事與趣 10點後才算不上我立東勝 結果算不上就算了 馬上就散開了 這場選舉改變了陳定南的一生 同時也改變了贏賴人的命運 我夢想一天 這國家會升起 活著真正的意思 我們保持這真正確 要自然證明 讓所有人都同樣 林光毅是陳定南生前的 至交好友 他最難忘兩人曾在閒暇爬山時 比賽背誦馬丁錄得 金恩博士的演講稿 那相處的點滴 至今歷歷在目 有一次在和我搭車 要上山去健行的途中 他就背這一篇給我聽 我們按馬表計時 結果剛好十七分鐘 在回程的時候換我背給他聽 是十七分三十秒 我對他戲稱說 我才不及君乃差三十秒 金恩博士的演講詞 這一句一句不僅是背誦出聲 更是一句一句刻畫進陳定南的心 他蒐集了很多古今名人的演講詞 把他編輯成冊 然後他會逐篇背誦 最長的一篇就是 金恩博士在林肯紀念堂前面 面對二十萬名聽眾發表的 I have a dream 這一篇演說 三十八歲的陳定南 為了圓一個夢 踏上了從政之路 改變自己也改變宜蘭 甚至改變台灣的民主運動 在他往後的施政路上 都能看到他一如既往的人生哲學 那就是全力以赴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綠都台灣就在森利